这个房子的房门都是旧的 这以前是新这种游轻漆的 现在准备换成新式的 现在新式新白门矿白门 在你打算或者计划要自己换门板的时候 最好呢是把所有的门检查一下 看他们是不是有变形啊 或者是门框是歪啊 斜啊 歪斜如果有的话是是多少 然后才能决定自己做得了做不了 好 现在我们先从外面看 这个门关了以后 这个关了以后这缝 看我们沿着这个是门把守这边的缝 基本上都OK 然后上头 这个缝 我们先对近一下看 看这个是荷叶这边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门缝 门板和这个门档中间是稍微有一点点缝 这是正好 不能太紧太紧的时候 你关门的时候 会觉得病人会觉得关不上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稍微有点缝 但是不能太大 但也不能完全贴着 这是正好 了 检查完外头 再检查这边 看看两边的缝怎么样 你可以看见门把守这边的下面这个缝 和荷叶这边下面的缝 门把守这边的缝 让我们拉近点看 是大概有一分左右 八分之一寸左右 但如果你看这边 是差不多是挨上 是飞太紧了 这个 让你再往这边上面 荷叶这边往上走看看 上的这个看起来是合适的 是吧 是有点缝 然后呢 我们现在再看上的门梁这个缝 先太近拉一圆点看 如果你仔细看呢 这个 左上角 是往上一点的 是这缝窄一点 右边门 荷叶上面这缝是稍微宽一点的 这说明这个门梁可能是左上角 或者是右上角不是直角了 是歪的 要不然就是这个门柱的 有一边是歪的 再看这边这个缝 这部分基本上是合适的 这就是意思是什么呢 你做这个门的时候 因为上头这个脚是不是垂直的 所以你上的这门板可能得 得切在一块 要不然你弄完了 这门可能会关不上 可能会 这个左上角 可能会顶在那个 顶在那门框上 那么现在 得到跟前拿直角尺 拿木工直角尺 来和水平尺量量 它到底差多少 我们现在量这个角 这个角是往上高了 八分之一寸 那看现在这个旧的门 这个角 和这个门框是大概八分之一的缝 这边基本贴上差一点 刚才量了以后呢 是这个角往上翘了八分之一寸 所以如果你这新门板 买完了不动直接装 很可能最后 你这个脚就顶在这门框关不上了 所以在做以前呢 因为这边高了八分之一 但为了不改这门框 所以这个门板呢 这个脚 做以前要从这儿画个八分之一的线 一直这么斜着切 切得正好 那装 装的时候呢 这边是八分之一寸的缝 这边也是八分之一的缝 八分之一寸的缝 这样你这个脚 你装的时候就不会顶上了 因为你到时候做的时候 是 这个盒叶 这门的盒叶 这位置 要和门框的盒叶的位置 是要对齐的 你这不能错 错了 你这你这门框 这个合约缝 这改改完就特别难看的 因为现在这个门 这个脚 这个缝是大概八分之一寸正好 这个脚 现在基本上贴上了 虽然是门开没问题 但是看起来呢 就好像是太紧了 所以现在拿一张贴纸 画个叶 从这儿开始 从下面那脚 从下面那脚那边画八分之一寸 拉条斜线过来到这儿骑 这做门板之前呢 要先拿去把这一条边去敲到一家 下面去到八分之一 到这是平 这样做完以后这门缝 上下基本上都有个就一样 大概都是八分之一寸的缝 所以这门板做以前要去的两块 这边去的一块 下面去的一块 你装 然后再来做荷叶 这位置 这门做完就好看 而且是开关都没有问题了 那现在要再量了这门的高度 合适不合适 这宽度已经量了 是三十寸 这门是三十乘八十 那现在量量这个角 这是八十寸 这是原装门 你改过的 这也是八十 所以这个门板买回来以后呢 这个长短是不用改的 就是改这两个角就行了 我们现在再看这门的下边 如果仔细看 你可以看到这门板底下 和这门口 这个缝儿 基本是平的 那我们现在再拉一点点看看 看这门开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会不会碰着地塔呢 或者是开门不顺 就开门 不会碰到地塔 正好 所以这门的下头是不用动的 不用改的 是正好的 这门 是 这门的下头 这门的下头 是 这门的下头